新冠病毒大爆发引发美国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 百万美国人因此丢掉了工作或缩减工时 即将就任美国总统的拜登就表明 下个星期四将会宣布一套涉款高达好几兆美元的援助方案基础框架 包括推动国会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至少每小时15美元 以振兴低迷不振的市场 美国劳工部最新报告显示 新冠疫情卷土重来 导致国内人力市场在去年12月失去14万个工作岗位 失业率维持6.7% 就业复苏7个月后再陷入衰退 拜登星期五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 分别提名罗德州州长雷蒙多为商务部部长 波斯顿市长华尔西为劳工部部长 以及前奥巴马政府官员古兹曼为中小企业署长 拜登教后透露 他准备发布的下一轮纾困计划 涉及款额是以照计算 我们需要更钱的放送接触 回家和小企业 尽确貸,包括 结合办职业职业联系的工作上 人们的零件人的放送接触 拜登也提到 长期以来他都认为 特朗普并不适合担任总统职务 至于这个月6号 国会爆发动乱后 是否要对这名共和党总统 进行第二次弹劾 决定全载国会 他的首要任务是遏制新冠病毒大流行 确保快速接种疫苗和歧阵国家经济 他心里无法律排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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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一直被外扬 所以我认为一手他不就能做室内 他未必没做室出的事 问题是 我认为14日找到或13日找到 我认为我认为对付出的事 司会出来的事 对于特朗普通过推特发文 表明不会出席新总统的就职典礼 拜登回应特朗普这样做 不止字接窗疤 也丢尽美国的脸 但他欢迎原任副总统彭斯出席官礼 马信社电视综合报道